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9月13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霍普金斯大學以新時代 美國外交的力量和目的為題發表講話 布林肯說冷戰之後形成的世界秩序已終結 當下的選擇將決定未來幾十年的世界格局 他宣稱美國將強化現有聯盟並打造新的夥伴關係 以應對挑戰和維持全球領導地位 他並且一再渲染所謂中國和俄羅斯構成的威脅 他指責俄羅斯對福克蘭的侵略戰爭 是對國際秩序、主權原則、領土完整 國家獨立性和普世人權最直接、最嚴重的威脅 而中國就構成了最重大的長期挑戰 因為中國不僅渴望重塑國際秩序 而且越來越擁有實現這個目標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 試圖重塑國際秩序 他還煞有介事地擺出了一副謙信的姿態說 在這樣的關鍵時期 美國正在憑著實力地位發揮著領導作用 這種力量源自於美國的謙卑和自信 然後布林肯就反覆宣揚將會和民主朋友合作 深化現有聯盟和夥伴關係 並且建立新的夥伴關係 他特別提到美國決心與任何國家合作 包括那些在重要問題上與美國意見相左的國家 他說這不僅包括與國家政府合作 還包括與地方政府、民間社會、私營部門、學術界和公民 尤其是青年領袖的合作 內地觀察者網評論總結通篇而言 布林肯的說話並沒有新意 堪稱是謊言、傲慢和意識形態偏見的集合體 難以致圓其說 在今年7月舉行的峰會上 北約國家曾如出一次地污衊抹黑中國 網稱中國的紅心和揭迫性政策 挑戰西方利益、安全和價值觀 認為中國致力於顛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對此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 連發幾條推文予以嚴正駁斥 華春瑩指出中國正在顛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嗎? 難道北約不是正在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嗎? 干涉別國內政、發動戰爭 為世界千百萬人帶來痛苦的那個集團嗎? 他還發佈了一張包含藍斯拉夫、阿富汗、 伊拉克和利比亞四地被美國和北約炮火轟炸的場景圖 並反問是誰在顛覆國際秩序 去年11月14日 法國前常駐聯合國代表、前駐美大使 熱拉爾·阿羅在談及到國際秩序時就直言說 美國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他指出聯合國安利會有95%的時間都是由西方主導的 美國甚至可以視以妄為地踐踏國際法達到任何目的 並將這種做法冠以基於規則的秩序之名 這根本就是西方的秩序 他還強調西方應從其他國家的角度看問題 譬如可以嘗試從中國的角度 這樣有利於理解中國的利益所在 而為了壓制中國 美國不斷地挑動台獨勢力 據報導 民進黨當局將會向美國採購14套山火車載暴雷系統 在北京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飛回應說 中方堅決反對美國與中國台灣地區開展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來與軍事聯繫 堅決反對美國授台武器 敦促美方確守不支持台獨的嚴肅承諾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軍事聯繫 停止推高台海緊張局勢 譚克飛說 民進黨當局為一己私利 不惜用台灣老百姓的血汗錢討好美國 製造兩岸對立對抗 所作所為正在將台灣變成地雷島和彈藥庫 只會將台灣推向兵空戰危的險境 解放軍始終保持高度戒備 堅決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 和外來干涉圖謀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除了表態批評 其實解放軍正在西太平洋展示實力 以山東南航母為編隊帶領之下 出動了歷來最多的軍艦進行深遠洋演練 而美軍近期 雖然拉著一個又一個的盟友在中國周邊進行軍演 表面是很威風 但其實美軍的一些行為就顯示心裡沒底 為了應對解放軍 美國軍事網站爆料 美軍正在太平洋建設更多的機場 根據美國軍事網站 《防務1日》9月12日報道 目前美國空軍正在西太平洋島嶼 天寧島上清理重臨 美國空軍正在找尋增加太平洋機場數量的方法 並且希望獲得更多資金 來建設新機場 和重建雜草重新的二戰時期的老舊機場 談及到目的時 報道多次提及到中國 同時炒作所謂的中國威脅 9月11日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威爾·斯巴克 在2023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部隊協會 航空太空和網絡會議上說 增加基地是敏捷作戰運用戰略的關鍵 這個戰略可以使到作戰飛機 在敵人攻擊下保持飛行 他說我們將會清理重臨重新鋪設一些地面 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個相當大功能非常強大的敏捷作戰基地 一個能夠運作的額外基地 威爾·斯巴克告訴記者 這個不僅是天靈島 美軍在太平洋地區還有其他幾個類似的項目 為此它一直向五個大樓爭取資源和預算 其實威爾·斯巴克清楚國會是不可能批准軍方的額外預算 為了向國會要錢 它施展出五個大樓的慣用伎倆就是炒作中國威脅 根據威爾·斯巴克所說 增加太平洋基地以及對武器彈藥進行現代化更新 對於保持美軍在一些任務領域的主導地位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它聲稱這樣做是有利於與中國競爭 美國空軍正在研究如何加強通訊和後勤能力 同時制定備用計劃以防萬一 而新增基地將會成為美軍軸心輪迫聯盟體系的一部分 不僅是威爾·斯巴克 防務一號也在報導中多次提及到中國 報導說中國一直都在建設自己的太平洋機場 練習復收被空襲損壞的跑道 並且提高他們擾亂美軍後勤和通訊的能力 在2023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部隊協會 航空太空和網絡會議上 美國空軍部長肯德爾11號同樣聲稱 美國空軍部隊啟動一項新的改革 包括建立五個團隊以威懾或擊敗中國 天寧島也稱為提尼安島 是北馬里安納群島聯邦美國海外自治邦的四個城市之一 這個島面積102平方公里 是西太平洋馬里安納群島的第三大島嶼 島上自然環境優美 服務設施完善 近年吸引了不少遊客 天寧島位於菲律賓群島以東 日本列島以南 關島以北大約160公里 和東北亞、東南亞的距離不夠3,000公里 地緣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二戰時期天寧島曾經是美國最大的B-29轟炸機基地 此後定期舉辦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戰爭演習 近年來美軍一直都計劃大規模確建天寧島機場 按照美軍的設想 一旦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 因為預責或遭受到自然災害而無法使用 天寧島機場將會為那些改道而來的飛機提供支援 通過改善島上的基礎設施和軍事設施 還可以在這個島建設既能夠容納臨時部署部隊 又能夠發起軍事攻擊的基地 去年拍攝的衛星圖像顯示 天寧島國際機場的主跑道西北處一個區域正在施工 顯現出跑道、滑行道和停機區的輪廓 綜合以往衛星圖像分析 這項工程始於去年5月初 據稱這是天寧島確建項目的一部分 2022年2月天寧島確建項目進行電機儀式 這項目的投資超過1.6億美元 預計將會在2025年10月完工 但美軍的做法就遭到當地民眾的抵制和反對 美國媒體此前曾報道 天寧島環保部門警告說 美軍在這個島的軍事演習可能導致含水層污染 並損害珊瑚礁 當地民眾擔心持續的確建 將會嚴重影響島內的畜牧業和旅遊業的發展 根據美國國家雜誌報道 早在2015年 天寧島當地居民就組織起來抵制美軍 一名高中女生當時接受採訪時就說 她曾經當面告訴美軍的軍官 這裡不是你們的島嶼 而是我們的島嶼 看完美國軍事網站的這篇文章 結論就是 美軍瘋狂地在中國的周邊 起機場、起機地 不禁要問一句到底是因為中國威脅 還是因為要威脅中國 另外我曾經採訪過時任中國外長李兆星 在石樓台我在現場的節目 我會說一下李兆星被形容為好接地氣的外交官 為何李兆星受台灣記者歡迎呢? 而李兆星和記者的自傳和公傳又是指什麼? 歡迎訂戶到石樓台收看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鹿羽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鹿羽人的文字版 《鹿羽人金融資本》 開始了